这里有带震电的甲乙粒子 质量分别为M1 M2 电量分别为Q1 Q2 这M1 Q1 这里M2 Q2 然后呢 它的鼻子间的距离是低 而且问你 同时让这个两个粒子禁止释放 那么不影响重力 问你甲乙这个乙粒子最后的速度是多少 OK 这个题目很容易转变很容易变化 其实假如考一些基本观念题目也可以考 什么问题呢 这个人家问我最后的这个速度 对不对 那问题这个速度 你基本讲法里面的速度就是怎么样 速度会怎么样 你会讲到解题思维 以基本意义上速度就是怎么样 是不是 就为你对时间取变化 表示瞬间去取微分 好 取完以后 假如它又是等速列人征兆 从这里就可以推倒它又是等什么 R omega 对不对 好 那问题这也都不是啊 或者假如一种情况 很多同学以前一开始学高中的时候 最容易算那种速度 什么 等加速度运动的时候 可是那个是怎么来 那你的观念状况 应该要知道是说 这个磁点 所受的力量是固定力 固定力以后 它质量也固定的情况之下 这个加速度就固定了 然后从基本定义 我们就可以推倒知道 经过一段时间或经过一段距离以后 它的速度变多少 OK 所以在简单的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从重力 牛顿运动尽力点来的 牛顿运动尽力 继续尽力告诉我们 F等于MA 你知道加速度去推演我们的速度 但是原则上你要知道加速度 从这里你可以知道 怎么知道这个加速度 是因为它受的力量很量 结果你这里 两个这个两盘点 示范以后会有什么精进 是不是两个都在什么 是不是震电震电数 会有排斥的力量 OK 那排斥的力量 一直推它 两个互相排斥的力量 推它推它以后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好 那出现一个问题 你要从力量来解的时候 出现一个难题 什么难题 鼻子间的催力 会因为这个距离怎么样 是不是越来越小 不会变的 好 但变化的力量 怎么去算后面的速度 或它的运动现象 也就是说 我要运动流动运动定律的话 可是这个第一样是不是不定律 你就到现在高中里面 你不会这样解 什么意思 所以你要从这边解 是相当的数学难度 那么其实除了速度 从动力现象里面的基本定律 流动运动定律以外 我们物理在一个共同的基本准则 观察自然变相变化的时候 千变万化 其实用一个观点 十九世纪会得到一个 什么观点 是不是从什么 是不是能量的观点来看问题 OK 好 那从能量观点你来看什么看 这里最后的速度 这个速度会怎么样 你这速度会是多少 你从能量观点来看的时候怎么看 在这里我就分析整体系统的能量 因为这里的速度 你最后有速度就变成有什么 有重能 OK 那有重能在这一体的难题上 你不要从能量观点分析 你还是分析什么 整体一起看 夹里一起看 所以我是从能量观点来看的 那能量观点因为整体一起看的 不受外力 那你彼此间的静电库的力就属于什么 内力 那不受外力的话 你就怎么样 是不是 因为你的静电库的力是保守内力 所以就可以用什么 是不是力学能走的 那假如训练到现在你够了 就是讲这些重要的事情 力量会开 能量会开 然后随手的定力知道 那能量会开 刚刚讲的哪些能量 从这里你也会知道 这有存在哪些能量 是不是电荷之间有电荷之间的电位呢 然后跑到最后是不是有运动的速度 就是有什么 动能 所以简单的讲 讲这一题 讲快点 就是两个例子 最后有速度有动能 这动能就来自于它什么 是不是电位能损失 OK 那前面我们可以用一种做法 就是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的时候 动能加位能 等某一个时间的某一点的 重能加位能 这是其中一个思维方式 一种诠释力学能的方式 在这里你也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想法就是 最后你看出这两个指点有动能 那改正它会电位能 好 所以最后的指点 跑到无穷源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它们两个的动能 K1加K度 是不是会等于 它的什么 位能损失 那位能变化是 我说无穷源减 怎么样 低的时候 就低的时候 但是这一点是损失是负的 所以要变成正的 因为损失变成它增加嘛 所以我前面再加一个负能 从这里来看 来 你的无穷源的时候的位能 是多少 电位能是这样 是0 定为0 那在第一这一点的时候 电位能就是什么 是不是 电位能要会酸 记得这些能量 一定要认得没有能量 再负习一遍 重能2分之mv平方 还有弹性位能2分之mv平方 记表附近的重力位能mgh 还有大尺度的重力位能 负在r分之gmm 上面更仔细 后来我们又讲一个热能 Δh等mxΔd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三个热能三个 还有一个融化的时候的热能 还有气体的热能等算 所以这能量 然后现在有键的能量 未能系统的电位能怎么算 这个是d分之r分之hqq 小心点 这个qq是没有方向性 能量是存量 但是有正负 该正的就要正 q1是正的 q2是正的 负的就要再这样 把它带进去 前面还有个负的 算过 它重能怎么算 很多东西这里都可能会写的说 它的重能我就2分之mv平方 加上这里重能2分之mv平方 对不对 可是你这样写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 很多同学容易犯错误 它的v跟它的v有没有说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这两个会跑到最后 这个它的速度跟它的速度会不一样 因为它们两分 对 讲了另外一个比较推陷直接的答案 或者说完全解释很详细 但是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两个质量是不一样 那它们两个怎么一样 我觉得这刚刚讲也许像有些考试 就考中基本的 问你 甲跟这个甲也两个例子 它们在整个推的过程 它们怎么会一样的呢 重量 重量 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至少你说重量一样 有对也有错 怎么说 是重量 大小一样 方向不一样 可是这句话 等一下我才说别的题型 你会发现 又不一定是对 唯一这里能够最准确 不受争议的是 不管这种题型是怎么样 像这种 它们的力量 大小会怎么样 一样 但是方向会怎么样 不一样 OK 有没有懂意思 有没有懂意思 所以在这一题里面 要注意一些观念 那左手边是这样 会等于右手边的 我这个电位能的损失 你的重能来自于它的电位能损失 所以 那这重能呢 我们当然 在刚刚这里的K 就是用2分CMV比 不过 可能这样我也有一个伏比 会懂的这个题目者可能 你不要做的那么复杂 好 你又可以重能又可以怎么写 叫你说重能不能只被OVMV平方 还有呢 2MV是怎么样 P平方 好 所以这个伏比是怎么样呢 刚刚你要是知道说 我不敢确定VY是不是等于V2 那你就不要写VY的V2 OK 好 那现在问题 那到底VY有没有等于V2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观念想法呢 来 要有评有据的 我依照重力的观点来看 我整体分析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静电力是属于内力 结果外力怎么样 都没有嘛 那都没有外力怎么样 从国中到高中学物理中 一直最基本的 第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说外力的时候 潜力量的讲法就是什么 静的很近 动的很整处 直接运动 但是到了牛顿的时候 去建立那个什么 动量怎么样 它就是它的运动状态不变嘛 所以你运动状态不能只看速度 要整个一点点 那假如对多止点系统的话 对多止点系统 运动的状态不改变 就是它的总共 很多的很多的 大家的怎么样 总重量怎么样 手痕嘛 对不对 总共的运动的状态 手痕 那什么意思 总运动量手痕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释放之前的重量 会等于怎么样 这个释放后的怎么样 重量 OK 好 那释放前的重量 等于多少 0 会等释放后的 是不是P1加P2 所以释放后的重量的大小 会怎么样 一样 如果我刚刚有提醒同学 它的方向会相反以外 还有 我讲说 这种提醒是很特殊 其实特殊在什么 因为原本的重量是多少 0 所以假如原本有重量的话 原本不是0的话 可不可以说 后来它们两个的重量 大小相等方向交换 不会 是因为一开始是0 因为它不重 它不重 原本是0 所以等一下我再做另外一种提醒的时候 它原本有重量 原本就有重量 所以后来的重量 你可不可以说 大小相等方向交换 不行 但是这个提醒特殊 因为开始是0 所以后来只有两个 原本是0 那一个有重量 另外一个就要跟它相比较 好 所以有这个观念以后 你要解上面的字枝 我上面字枝盖过去 我要怎么盖呢 我不用2分之mv的平方的动能方式 我用什么 比较好 2m分之怎么样 p平方的方式 这个也是用2m的p平方方式 然后呢 然后呢 怎么样 我这个p y 就变成是p嘛 那p2呢 因为它这两个是不是大两相的方样相化 是不是写成这样 有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等我的力学能 就定位能的损失 好 接下来从这里整理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的p 是不是得到我的p 有没有问题 这样有问题 所以你观念懂得 你还是脑子里 是两个动能来自于它的定位 但是你再动人家算的时候 用2m分之p平方 而且你已经知道它原本是0 所以后来的p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平方以后 又可以一样 这个等于是两个 是一样的变数 你就可以先求出p 先求出p以后 它问你 以的速度 再来p又等什么 p又等什么 是不是m2 因为是问你以的嘛 m2v2 所以你再来求v2 所以v2就会等什么 是不是再除一个m2 就对了嘛 假如问你的不是以 是问你讲 你就把它改成除以什么 m1 ok 所以整理下 你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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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